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放四十年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对影视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艺术家们一起构成了我们四年来许许多多的文化记忆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个殿堂级的艺术家 将用影响一个时代的歌声让我们感受这段激情岁月 我给大家做个提示吧 这些著名的影视剧的插曲 比如说环珠格格 比如说射雕英雄传 比如说西游记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 会给大家带来哪一首主题曲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大家带来这首经典的神话之歌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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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掌声送给蒋大伟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蒋大伟老师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南高音歌唱家 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开拓型的歌唱家 谢谢 大家好 谢谢大家 而今天现场的大部分女性 都是奔着蒋大维老师来的 我做过一个资料调查 说喜欢蒋大维老师的歌迷 我们现在叫粉 女粉占到70% 我看今天大部分都是我的粉 对对对 这样吧 提个建议的 别的嘉宾就别来了 好不好 我今天我就一场唱专长了 其实我出名最早是在广州 不是在北京 77年的秋教会 我就来了广州 我就在咱们中山纪念堂 一口气唱了11首歌 一下就出了名 我第一张唱片 第一张卡带 都是在我们广州录音 还能够如此地打动我 我觉得 我现场和乐队是真唱 不是放在录音带 大维老师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流行歌手 他们一到四十到五十岁以后 他们有时候会唱不动 我今年72岁 对啊 我今年72岁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刚打这个秘密 我在第九届清歌赛事 我就提出来 我们这种唱法不叫民族唱法 叫中国唱法 自证腔圆 生情并报 哎呀 太棒了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自证腔圆嘛 你挑着担 我牵着麻 迎来日出 送走晚下 对吧 这样是音符那就 你挑着担 我牵着麻 就对了 你不要是装强的 京剧里叫什么 千金白四两唱 你说不好就唱不好 倒白 对 倒白念白 我有一次跟几个外国朋友 我说你们这个什么电脑特技 我们早就有 他们不信 你们早就有 我来给你看看我们当时西游记 尽管比较怎么讲 简单 简单 可能有地方还稍微的粗糙了一点 但是我们80年代就有这个 第二个 我说我们还有电声 这是他听出来的 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 关于这个 它是有争议的 很多人认为呢 在那个年代用这样的音效 是不是不符合四大名著的主题 其实现在我个人的观点是 我觉得那种创新 其实是应该鼓励的 当时也就是因为 西游记有争议 有争议 可以说如果没有争议的话 也就没有我唱了 那您说到这儿 我记得还有一个争议 这个一开始的西游记 这个感恩录在何方 不是蒋大为的 我说是吗 他说是女生 对 我得问问您 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没有表现出那种精神来 当时据我知道 换了很多男生女生 这个来来试 还有一个礼拜就要播出了 但是没有找着人唱 当时那个音乐编辑就着急了 因为我们都很熟 说大为你帮我们试唱一下吧 我一试唱 当天晚上录完以后 那个作曲的就来电话了 说你给我放一遍 他在电话里听了我唱的一遍 然后就这个白 那是效果不好吗 电话里听 但是因为我唱得好 讲话太可爱了 结果就通过了 说赶紧缩魂 晚上给杨洁导演送去 杨洁导演晚上听到我这个版本的 赶紧缩魂在何方以后 眼泪下来了 说这是一首好歌 然后第二天早晨一审查 这歌领导说 好 好通过了 本来让所有的音乐 突出国乐 对 结果说所有的音乐不改了 就这么样 杨洁导演说 蒋大为救了西游记 我说我怎么会救西游记了 西游记拍得那么好 其实如果说救了西游记 我也是救了西游记的音乐 我也不救不了西游记 人生啊就是这样 经历了八十一难 西游记 出生入死 所以我在这个 一帆帆春秋冬向 一场上 我就用两个大花音 这样从心里把它划着 一帆帆春秋冬向 一场上 讲个笑话 我在美国的时候 93年 我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就唱这首歌说 很多我们的侨胞啊 我唱到这首 大家热泪盈眶 我当时我就记性地讲了一段 我说我今天在美国唱西游记 和在中国唱西游记 感觉不一样 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特别感慨 我说你们都是海外的赤子 我说我佩服你们这种 勇敢的精神 从遥远的东方 到美丽的西方来取经 你们这种精神我佩服 第二 祝愿你们 在美丽的西方取得真经 回去报效祖国 当时 哇 那个 当时他们给我 长时间的鼓掌 我也是热烈盈眶 第二天那个华文报纸 就登了一篇文章 说蒋老师说的比唱的好 对 对 当然了 蒋老师其实唱的 和只是这一首 咱们录在何方 他唱的经典的名曲太多了 你们知道蒋老师自己创作吗 他自己作词作曲 我说自创歌曲 有知道的没有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观众 举起手来了 大姐 您说 骑马奔驰 宝边疆 跟大姐一天在想 那些唱歌的 都有中气 对啊 我记得当年呢 您很喜欢穿一身白色的西装 然后亮相和唱歌 所以我妈妈说 你是那个时代 女性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 你看 他们用掌声同意了我的说法 凯飞 我告诉您 您落了一个 不光是一身白西装 白马王子 还有一副金丝鞭眼镜 对 所以显得特别儒雅 所以很多人在模仿 或者喜欢蒋老师 唱他的歌的时候呢 衣服还能凑合 弄点白的 实在不行 刷点白的 眼镜怎么弄啊 就拿这个弄个框 弄点砂 刷点金粉弄点 我告诉你 不光是那个时候 蒋老师 今天现场有一个 一身白西装 是吧 您的铁杆歌迷 来 那一位在哪里 我是蒋老师 忠实的粉丝 谢谢 对 蒋老师的歌 很多我都会唱 您来一场的 君马本是在 辽阔的草原 刚强 离我 蒋江山上 好 再来一个抓紧时间 我给您机会 还看歌词是吧 牡丹之歌 告诉您 太简单了 歌词 不用记 你看 啊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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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牡丹 我说这个不是在说我 是有一个段子 我不知道真假 蒋老师那么可爱 我就直接问蒋老师 那不是我的 是别人的 据说有名有秀的一位男高音 不是我 但是呢 他唱错词了 他忘了 就 啊 牡丹 牡丹 大牡丹 不那么唱 还真有 对 唱完第一句 还想不去 啊 牡丹 停了吧 这 啊 牡丹 牡丹 大牡丹 后来为什么 说到我身上呢 因为这事啊 这故事就搁我身上 大家就觉得好玩 对 所以这故事 最后这十分 在扣您这 这名人又是倒霉 没办法 老背黑锅 这正好今天 借此机会 以正视听 那大牡丹 不是他的大牡丹 那是别人的 那大哥 您来捏那个大牡丹 不是 您来捏那个牡丹之歌 啊 牡丹 百花丛中最鲜艳 啊 牡丹 啊 牡丹 啊 牡丹 你把美丹 你把美丹 带给人天 你把美丹 带给人天 你把美丹 带给人天 那时候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时候 艺术家能做到这个份上 内心一定是非常幸福 我在看音乐会的时候 六千多观众跟我一起唱 作为一个演员 就那时觉得特别地幸福 没唱 其实我一直在想 当年为什么像贾南卫老师 还有很多艺术家 到现在的作品一唱 还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和感慨 这不仅是一个音乐的 一个流淌和传承 我认为是他们给予了我们 人内心的一种美好的东西 一直还在流淌和传承 谢谢蒋老师 我们更要感谢这首歌 带给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西游精神 自强不息 不断地探索 冲破枷锁 投身改革 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险阻 但是敢问路在何方国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所以通过这首歌 我们要谢谢蒋老师 让我们又重温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好 再次谢谢蒋大卫老师 为我们带来 《敢问路在何方》 接下来请蒋老师致意这首 神话之歌记录岁月之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感慨 很深情 同志念语很自豪 五千年风云失险 在我国漫长辉煌的文学史当中 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朽的名著 这些名著到了今天 当文字生成了影像 当情感浓缩成了音符 便诞生出了像 敢问路在何方 这样久畅不衰的经典作品 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 同样出自 我国四大名著影视剧的主题曲 会是哪一位歌唱家 为大家演绎这首精彩的歌曲呢 《流淌的歌声》 一曲《洞心弦》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演唱这首大气磅礴的 电视剧的主题曲 掌声有请 《洞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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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红荣 白白玉秋 江珠上 观看秋月春风 一壶桌旧喜相逢 不尽多少事都不想 叹诸 一壶桌旧喜相逢 不尽多少事都不想 不尽多少事都不想 太朱 太朱 掌声送给杨洪基老师 著名的男中英歌唱家 杨老师 这些您都熟吧 这个有一个戴金丝边眼镜 您大概不太熟 大为呢 我太熟了 这就是哥们 杨老师好 大为老师刚才说七事 杨老师您今年高手 我比大为略大一点点 七十八 去吧 完了给罗普子了 跟着乐队就唱 里边就开始录音 我唱到那个 敢问路在何方 只会听听听 杨洪基 我认为那个 敢在路在何方 不要唱 要说 徐晶青在里面就喊了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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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唱 不要说 就只会 我认为说好 他们俩掐进来了 杨洪基 说 完了我就按照他的那个意思 他在当时会 我就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 交 唱完了 走了以后我回到家再没声了 也没声息了 也没有 当时啊 大为听说这事吗 这个故事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个当时我录的时候 我听那个音乐编辑王文华说的 在我之前已经有几十位歌唱家 男生女生都唱过 都实唱过 但是我唱词已经是伴奏带了 降A调的 已经有伴奏带了是吧 我那时候没有 我原先我还挺埋怨那个指挥的 后来我是想开了 那不是我 机会还没到我这儿呢 对 后边还有滚滚 那是大为的机会 我怎么能到的 不是我的机会 你不能把我机会抢走 你把我饭碗抢走 我吃上了 所以那个后来 滚滚长江 心爱理得 结果等了不到十年 三国演义 等了不到十年 八六年到九三年 快七八年 老杨 你这叫大气晚成 当时机会来了 在1993年的春节前 突然我接着 谷建芬老师一个电话 杨红基啊 你来吧 马上赶到录音棚 录一下三国演义的主题歌 我当时一听很激动啊 我想这么大的一个电视剧 如果让我去录主题歌 那这可是个 太大的大事件了 我能唱下来的话 那就不得了 一拿了谱子 我一看 现场 现拿呀 现拿谱子 而且我在那等的时候 还有人在那里边 正录着呢 谷建芬给我错谱子了 把他那份手稿给我了 后边全写的 就是他请过的演员唱 都谁唱过了 拿铅笔 全标的每个人的名字 我一看 所有当时的大腕 美声的 同俗的 流行的 那个名歌的 全有 八卦一下 好奇都有谁 那咱就不说了 当他看完了那名字 我当时就想 哪有我的戏 我说那不管怎么说 这些录吧 等他们录完了 那谷建芬是 老杨来来来来 录音录音 我就把他唱完了 过了大概有一个月 春节过去了 突然我接了中央电台 一个电话 您上次唱完以后 我们觉得您唱得还挺贴谱的 还比较靠近 现在还有一位歌唱家 跟你一起 剩了最后两位了 您能不能再来录一遍 我说是谁啊 他一说的名字 我又吓一跳 那又是当时最大的腕了 我说那根本没我戏了 我说算了吧 我还去干嘛呀 我爱人说 你去吧 你甭管怎么说 你去唱一唱吧 总是有一个机会嘛 杨老师心里 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我又去当一个备胎 这次我就比较认真了 把谱子拿着 真正好好看了一看 把我所感受的东西 我都加进去了 我就跟郭建芬讲 我说郭老师 我想加一点戏曲的 这个感觉 行不行 他说行啊 你随便 你想怎么加怎么加 我就给他加了一些 你比如说 滚滚长江 冬时水 我就给他加了一些小弯 水字呢 我用点戏曲的这个唱法 他没说话 我下边就 浪花淘尽 英雄 就加了小弯 唱完了以后 我没想到这个电视剧啊 就播了以后 很快这观众就活下来了 完了 大概过了没多久 有人给我寄来一张小报 等的是杨洪基 录了三国的主题歌 得到了九万八千三百 多少的录音费 我一看吓坏了 我天哪 我这 我跟老婆怎么交代啊 我这九万多 我没给我 老婆 再关键是 睡不觉要找我了 我得上睡啊 实际上我得多少 九百块钱 九百块钱 我说我这 给了我爱人就九百啊 那剩下的还有九万多呢 我这怎么交代 老婆 要问我 这钱哪儿去了 9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叫 94新声代 诞生了一大批的这些 就是流行歌坛的歌手 那个时候 美声唱法 是不流行的 而在94年那个年代 诞生了一个现象 有一首歌曲 是美声唱法 流行程度和收花音程度 和那些流行歌曲 是完全一样 而且还过之而不至极 所以这首作品 在94年 显得非常的突出 这里也说完一个 什么问题啊 一首好歌 有一个优秀的演员来唱 其实不在什么唱法 美声民族动作 对 你唱得好 你能把这作品的精神 和这种风格演绎出来 这就是成功 老杨恰恰是 用自己的唱法 把作品给完成了 所以他这个美声和作品 结合就是非常完美 对 成功 因为作为一个乐评人 来就我的话 我认为这首作品 交给杨老师选择 是正确的 因为三国演员的那种 豪迈和厚重 和杨老师的这种声音 我认为是水乳交融 相辅相辰 杨老师唱的这首歌 滚滚长江东是水 它恰恰能够承载出 90年代中期的那种 我们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那样的一种厚重 但是同时又能够给人以蓬勃向上的那种力量的那种感受 杨洪基老师 从此之后就出去各种演出 在前面就算唱再多的歌曲 但是他只要不唱这首滚滚长江东是水 观众不会放过他 演出了那么几次都碰到这种情况 所以后来我就想 第一首就是三国演绎 把它拿出来以后大家满足了 那我下面再唱什么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今天杨老师上台就唱了三国演绎的龚龚唱江 后面唱什么大家都没意见对不对 咱们唱得熟悉的吧 熟悉的 杨老师最近唱得比较多的一首歌 是《TF Boys》的歌 叫做《青春修炼手册》 您其实还跟另外两位一起搭档的是不是 您来一来 第一句什么有词吧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我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谢谢杨老师 谢谢 那后面我们要杨老师唱什么呢 杨老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歌 我来点一首歌 这首歌杨老师唱 而且我相信现场包括听机前很多观众都会 我和我的祖国 可以 好吧 好 我的祖国和我 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那海的赤色 还是那浪的一朵 每当大海在微笑 每当大海在微笑 我就知晓你像我 我很担着海的忧愁 很像海的欢乐 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永不敢喝 你是大海永不敢喝 永远给我 比了情歌 心中的歌 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永不敢喝 永远给我 一样情歌 心中的歌 其实我们的艺术家刚才说 这个唱歌让他们永保青春 实际上他们的心态一直青春 用句非常流行的话 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 青春常在的老艺术家 谢谢杨老师 用他的美妙的美声的歌声 用最合适最匹配的方式 给到了我们这部文学巨著 这个辉红巨著 最好的一个解读 滚滚长江东逝水 现在有请杨老师 为我们致意这首经典歌曲 记录岁月之声 滚滚长江东逝水 作词杨慎明 作曲谷建芬 原唱杨洪基 感谢音乐创作者 给我们留下这曲 气势磅礴的经典作品 也再次感谢杨洪基老师 用身汗如美酒的歌声 为我们传唱这首经典影视歌曲 唱过演艺的主题歌 我已经唱了25年了 每次演唱都有一种新的感觉 这次参加这六堂的歌声 我现在又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有一种穿过时空隧道的感觉 一曲动心弦 接下来演唱的这首 1984年央视春晚一唱而红的 一首歌曲 歌曲的演唱者随后也成为了 那一年中国歌坛的 标志性的传奇人物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这位时代记忆传唱人 带来这首 红遍了神州大地的 春晚经典之歌 掌声欢迎他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这个伟大的时代 给了我机遇 让我的舞蹈和音乐 得以展现 请听我为您传唱 让我们重温这首 时代的经典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小镜丧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要求赢狂点栏目 她走呀走的忙呀 原来她要回娘家 身穿的红偶 头穿一枝花 颜值的香粉她 脸上擦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颗花花花呀 一颜一颗鸣 一片雾云来 后一见风儿光 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 左右没出洞 藏又没出藏 头大的雨点往过身上打呀 一颜一颗鸣 淋湿了大红袄 垂落了一枝花 颜值和花粉变成红蜜花 飞了一只鸡 用后跑了一只鸭 想坏了背后你的小娃娃呀 一颜一颗鸣 哎呀 我怎么回去去见我的妈呀 朱鸣鸣 朱鸣鸣老师掌声送给他 来 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 朱鸣鸣老师 东方歌舞团的著名演员 中国著名的歌唱家 歌舞表演艺术家 朱明尹老师掌声再次送给他 获奖了 我不敢称为自己是家 只是一个半路出家 因为过去呢是跳舞的 因为酷爱音乐 就以唱非洲歌开始 然后就不断地唱各个国家的 最后呢我一想我是中国演员 我哪儿都没有中国歌了 就开始就唱了这首歌 其实您唱到那个身上 还背了一个胖娃娃 我就是当年的那个胖娃娃 那个时候啊 女性一成家 往往真的是嫁到了夫家 要和公共婆婆一起生活的 那每逢回娘家的时候啊 就是他们最欢天喜地的时候了 那个大姐们你们同意吗 同意 所以今天知道您能来 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这些五龄后 他们都非常开心 替我谢谢他们 这首歌就当时特别活跃 就跟我们唱的歌 就不一个感觉 它是载歌载舞 是 因为本身他是个舞蹈演员 所以他表演非常好 而且这首歌又是个表演唱 本身他有人物有情景 他表演得很好 所以这首歌一下子 就传播起来 就84年春晚 他把当年的各个团的 好演员好节目 经过选三 最好的都搜集了 所以就像你说这个 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汰 和时间的考验 不能成经典 所以这首歌就特别好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朱明英已经名气很大了 我对朱明英的印象最深 就是在东方歌舞台唱那个 脸上画着黑人 好像朱明英就是唱那些 亚非拉的歌曲特别拿手 我没想到他唱这个 《回娘家》的名歌 唱得又这么地道 这真是高手 谢谢杨阿 我就记得 后面都不记得了 要不我们让朱老师 再跟我们重温经典 一唱这个 你知道我要干嘛吗 我就想这样 就一定要带上这个舞蹈 他非洲人就是载歌载舞 因为我们从小学非洲舞 学各个国家的舞 基本功 然后那些舞蹈呢 你就可以跟着那个歌 你可以做出了 那个舞蹈的动作 有的还特别的 幅度很大 幅度的 对 我老觉得这时候 手里应该拿一毛 刚刚打猎回来 那个架势 那你还不能穿衣服呢 我告诉大家 刚才抹的 就是化妆啊 我演过画 就演一个黑人 从这个裤子上 就是光着膀子 全部抹黑了 您这个妆怎么化呀 我们也是全身抹黑 抹到肩膀 对 然后一直演了五年 最后身上的颜色 怎么洗都洗不掉 那会对身体有害吗 对 那时候我们的化妆品 没有这么好 很多的戏剧演员 涂完了以后 半脸都是黑的 像猪皮一样 他就是过敏了以后 慢慢地就形成了病态了 天哪 那您真正叫一位艺术先生 那领导 王坤老师 他们也不给您 他还不错地 给我们三毛钱 那个中毒费 等会儿多少钱 三毛 三毛钱 对 一天 对 一场 杨老师 您别叫冤了 这还有更冤的呢 三毛钱一天中毒费 三毛钱不少了 我们挣42块5 你挣40多块钱 你拿三毛钱 你想如果是一个月 延时长 你这就是三块钱 所以心里不会有 什么想法 那个时候 我们把心思的 就是追求着艺术 而且呢 非常的刻苦 说到这 所谓的有想法 有刻苦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据说有一次 他是在飞机上 紧急地就学了一个 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话 这是怎么回事 您给大家说说 是我们去非洲 访问演出的时候 我们只准备了的 埃及歌 苏丹歌 临时接到外交部的任务以后 去了那以后 就会给他们市长 给他们的政府演出 没有歌 谁也不会 所以就在飞机上 现场就找一张小纸条 就记谱 等我下的飞机 我再找当地的阿拉伯人 交给我念 我再回去练练练练 这个真不是随便说一说 因为他是要登台的 而且见的都是各国的官员 一些元首 你要是发音不准 或者唱得不对 不是那个国家的味道 那毫无疑问 你就是一次失败 是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要要求 所有听你的外国歌 他一定听得懂 他还得夸你 觉得特别的像 我们才算过关 其实现在想着想来 回过头来一看 都是财富 我们来看看 朱明云老师 都扮演过什么角色 这第一张 这是阿拉伯的 阿拉伯的 您当时还记得 唱的什么歌吗 唱了阿拉伯很多的歌 像那个明亮的眼睛 这个歌 这个歌大家熟 再来看一个 印度的 印度的您还记得吗 好了 太长了 再看一个 这是巴基斯坦的舞蹈 我们当时一个舞蹈的动作 能练三个月 能排三个月 刚才像朱尔老师 他太多太多演 但是也是像朱尔老师 自己说的 我是个中国人 所以我还要回到 咱们的中国的歌曲 所以其实 远不止回娘家这一首 还有很多 我想问问看 你们想听 朱明老师给我们 传唱一首 什么样的 他的经典歌曲 那边大姐 您说 大海啊 故乡 这是给电影配唱的一首歌 对 是大海的呼唤的 那个时候 我还不会唱中国歌 所以是第一次 正式唱中国歌 王丽萍他很有信心 他说你就按说话那么唱 就像你唱非洲歌那么唱 后来他就给我说这首歌 把我说哭了 完了我特别感动 说完找到一种 唱歌的感觉 那种冲动和欲望 大海故乡 那这个大姐 您会这首歌吗 我会 因为这首歌 特别是想妈妈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首歌 很有意境 您看大姐在说的时候 已经有一种情绪的 那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请您上来 跟朱尔西一块唱 您上来吧 行 好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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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的成长 大海啊 大海啊 大海 就像妈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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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粉丝 不叫粉丝 我觉得 就是喜欢 就是歌迷 对 歌迷 就是歌迷 再次的谢谢 朱老师 也谢谢这位大姐 谢谢您 谢谢 好嘞 再次我们也谢谢 朱明寅老师 来到我们流淌的歌声 为大家带来这首 筷子人口的回娘家 现在我们请朱老师 致意这首经典之歌 记录岁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下一首经典传唱歌曲进行之前 我问一问几位艺术家 80年代 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 大概多少钱 感觉印象两毛钱 因为那时候看电影 大部分是招待的多一些 有的时候 就直接到我们院里去演戏了 在院子里头摆成凳子 大家说 院子里面就是露天电影 露天呢 吃完饭以后呢 孩子拿小板凳 大院里都这样 都这样 所以到电影院看的就不多 我们看电影 竟然是蹭电影 因为我们演出 就在大幕后边就看电影 就不用买票 所以票价多少钱 我们也没印选 那我要告诉大家 那会儿的电影票 一毛钱 在那个年代 有一部电影 它真正叫做 创下了一个传奇 一毛钱一张电影票 他当时所创下的电影票房是 超过一个亿 这部电影 他的主题曲 也一下子唱响了大江南北 流淌的歌声 一曲动心弦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 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大家唱响 这幅画艺的音乐画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夜过香 山过香 狗儿铁羊儿吧 剧起点儿 轻轻叶 小铁羊儿吧 山片 满山片 鸟羊儿铁羊儿 山西河 鸟羊儿铁羊儿 山片与鸟羊儿 鸞羊儿鸟天 一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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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郑老师 这个动听啊 就是声音像一支画笔 一点没错的 感觉就是电影画面就出现在眼前 郑老师这些嘉宾您都熟吧 都是老朋友吧 当然了 像杨老师 杨大伟老师 杜明英老师 都是我的老师 真好 所以这个 这首曲子也好 这个歌也好 就是一下子就那种回忆 这是哪部电影啊 大家知道吗 这部电影我无人不知 是 这部电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呢 看这部电影的人没有只看一遍的 至少是三五遍 十多二十遍 我问您一个问题 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您自己跑到电影院去看了吗 对对对 这部电影呢 它是跟香港合资的第一部武打片 那拍完了之后在国外先演了 有点滞后 在国外火了以后 这个手续才办好 终于要能看到这部电影了 那票房都已经打出来了 然后自己去买了一张电影票 这部电影是自己掏钱买票 自己掏钱买票 然后实际上这部电影演的啥 他基本上都不太记得了 就盯着自己那歌什么时候出来 我是一直想看 但是就好像没有到电影院去买票的这个习惯 没有买票看电影的习惯 正好人民大会堂也给我们发了票 让我们去看 我在大会堂看的 当时看了一货真的 我觉得对郑雪兰对的唱是非常印象非常深 谢谢杨老师 再回忆一下你那个时候的声音 真想去再听一下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当时的电影的票房没有再上去 是因为很多人不花钱看电影 这首歌曲把松山和少林寺给唱火 少林寺就因为这首歌火的也是我的家乡 河南人民感谢您 中 有一个歌 她的传唱度 她的影响力无出其右 这首歌又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 王宁美演唱者郑雪兰 唱了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喜欢我诠释的这一版《红楼梦》 这因为郑老师已经来到流淌的歌声的舞台上 所以大家说呢 好吧 吧 是啊 frustrating 燃怒 我们都一个事 好 Kot 一个是狼远仙旁 一个是梅渊 一个是梅渠想 若说梅 Bake 河 千生片有余